原来在我们老家茂名店板 那些美好的海鲜未出到市场 就已经被人扔光了 今天朋友就扔了一些其他地方 买不到的美好的海鲜 大家一起品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朋友知道我清名的时候 回来店板 一早就电话遥控 扔了一些愚民的美货 今晚我们吃饭的地方 就叫做木翔大牌当 每间店里面都有自己的海鲜柜 所展示出来的这些海鲜 一般都可以买得到 不过今晚我们吃的就不是这些了 首先上来的就是 事先叫他们煮定的汤 一只走地鸡加一只新鲜的猪肚 本地朋友对食材的要求相当的严谨 新鲜的蚝仔 用海边养的鸭蛋来煎 这种做法又不同于蚝仔落 一些粉都没落 就是海鸭蛋和蚝 五川的米粉 朋友说话很值 他就直接说这里的炒粉 没有五川的炒粉那么好吃 蒜头加豉油 用来点汤里面的新鲜猪肚和土鸡 来到我们的乡下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本地的花生 新鲜得来又香又脆口 现在在外面想吃到新鲜的美猪肚 真是不容易 今天就是有双熟的人 汤土猪 拿了排骨和猪肚过来加工 汤煲的时间虽然不太长 但是淡汤已经是很鲜甜 汤好饮 新鲜的猪肚和鸡 点豉油 也都好吃 好吃的东西 最基本的首要条件就是食材 美好的食材 如何加工 味道都不会差 这一煲就叫做幼焗蟹 今天的这一煲蟹 朋友真的下足心去准备 首先就是早上从渔民那里 订回的海鸭 里面有虫皮 有染制 也有高蟹 这几只蟹就是真真正正天然的海鸭 而且他说只有另一间店的师傅做得好吃 他就将蟹交给另一间店的师傅之后 做好再叫人亲自送过来这里 沙煲放蟹 放姜葱调料 再用油去烤熟 平时蒸蟹就吃得多了 这种做法香口又野味 我自己就是超级喜欢吃蟹 未吃见到就已经流口水 鱼甲就是这间店自己做的了 首先就用铁冠蕴和各种香料 一起将鱼老了之后再去炸 他们用的也是六两架 漂亮的铁冠蕴茶叶和香料浸泡 就是它的味道与种不同的地方 叶过再炸的鱼甲 撕开来 每个比辣都有汁 肉质入口暖滑 还有很浓郁的茶香味 今晚喝的也是九干双蒸 一人一杯仔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这种感觉呢 有自己喜欢吃的好东西的时候 心情都零射不同 特别的开心 这个咸蛋卷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最外面的一层就是用冰糖醃过的冰肉 中间黄色的一层就是咸蛋黄做成的皮 最外面包着的就是醃的甘吉 外面沾了面包糠一起炸 入口酥化甘脆 还有很清新的甘吉味 今天这条鱼就是麻斑 整条鱼有700斤 朋友只拿了鱼尾 朋友说现在很难可以见到野生的麻斑鱼了 大条的更加就是可遇不可求 今天这条麻斑尾 朋友从渔民那里买回来 都差不多要90元一斤 鱼肉吃起身好像蒜子一样 肉质紧实得来又够鲜 腐鱼炒通菜 四月双旬的时候水冬芥已经没有那么好吃 这个时候的通菜就最冬季 你们看一下这些天然海蟹的特点 就是有大有小品种不一 我们的海边的海鸭蛋有什么不同 海鸭蛋的鸭仔就是吃海边的鱼仔虾仔长大的 所以这些鸭蛋蛋黄是黄色的 入口特别的香 千万不要少看这些小小的蠔仔 每一只都是又嫩又肥 今天只用海鸭蛋煎的这种做法 我喜欢吃 蟹实在太好吃了 掩仔和从学都好吃 一只摺着一只我都停不住口 朋友说不要急 全部留给你们 有一个香口 这里一共有几只鸭蛋 我还不知道 这里有三根鸭蛋 你吃吧 吃吧 叫我吃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市汁蒸排骨 这两条排骨就是下午汤猪的时候 和猪肚一齐拿来的那条土猪排骨 这块排骨入口 真的吃得出以前猪油猪味的那种感觉 在我的口中香到一塌糊涂 今天的这些菜品 做到我自己都喝了两杯九哥相蒸 这一碟就是用漂亮的花生油 和洋葱丝蒜苗一齐凉拌的凉拌菜 这种凉拌的方法亦与种不同 我亦都是第一次吃 朋友说凉蟹凉海鲜 他们在当地经常有得吃 今天这些蟹就留给我们平时少吃到的人 多谢朋友的意识款待 你未看这只蟹仔细小 里面一样是有肉有膏的 非常实正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战果 每一个人一个吃了四只大蟹一只小蟹 真是超级满足 最后上来的就是萝卜炒辣椒仔炒豆豉 这么好吃的萝卜肝 当然是用来送白粥的 虽然回来自己的家乡很多次 但是朋友的精心安排 又给了我一次前所未有过的惊喜 再次多谢朋友 今天的视频 在某名店白 朋友精心安排的晚餐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多谢你们的支持